闪针泰坦冲杯到底怎么样 六个字 高比多 三星少 前两个月是很强的 但是这个月开始 我明显感觉难打了很多 因为现在很多大本 他前面放很多窟窿和电塔 甚至是大炸弹来坑你的投石车 然后重防御也摆得很开 闪针不好闪 其实难打是正常的 因为前两个月 闪针泰坦打杯太顺了 像我这种混子都能上60楼 日均 嗯 起码的250260 但这个月就只有230 240左右了 今天是233开局已经 投石车是没报本啊 后面的两星90 两星98 两星97 是吧 三星95 78 99 昨天是240啊 两星90 两星77 三星96 68 84 三星80 三星整体上来说还是很少的 差不多每四刀三星一次 但是高比是非常多的 所以说啊 掌点杯呢 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我这里掉杯是因为用的正太拉了 然后是配兵 配兵呢 我带了很多小单位 两个黄毛是帮助投石车扛排击炮的 三个超哥是断边的 然后 注意这个圆兵 我带的是超级亡灵啊 嗯 可以帮助投石车报本 那么闪阵泰坦的思路到底是怎么构建的 有人会觉得六闪一阵太亏了 七个要水就闪那么一点点 是吧 其实不然 闪阵主要是闪出泰坦的路线 然后泰坦的作用它是扛伤害 杀援兵 还有骷髅 主要输出还得靠女王 那这个鱼头阵 想要三星肯定得反打 是吧 以这个阵为例啊 我先下了天勇慢慢清三点建筑 然后闪阵把中间的过道给断掉 断掉之后 这个阻力的路线就出来了 呃 云兵呢 我是下载的 那个投石车啊 投石车我是下载了正六点 用那个气球扛住法斯塔啊 由于他大本下方是没有连弩和迫击炮的 所以说投石车无敌 再看到天勇这边 超炸提前炸开城墙 超哥提前把边给断掉 接着给太坦拉勇王 稍微找了一点点 罐子没点掉 不过问题不大 呃 这个员兵不出意料 又是三边人 这个地方 处理员兵是很轻松的 那蛮王呢 就让他去六边啊 气球也不要忘记给了 现在老六很多 万一遇到红雷群 那就凉凉了 左上方我又给了炸弹把蛮子放进来 然后最后的一个超炸呢 是开到了中间的内墙 让泰坦往下面怼 泰坦下去之后呢 编住爆爆塔 金森一定要捏住 好吧 尤其是这种反打 主力继续往下面推进 这边女王金森是被打出来 那我直接丢狂暴打出最后的爆发 然后这个时候九点在捕润土收尾 大本周围也被投石车给打空了 女王和润土最后一起 爆掉了大本 马鱼出来 啾啾几下 好吧 那么这个鱼头症就拿下了 最后如果你想冲杯 但操作跟不上 一定要去试试闪阵泰坦 再见 Steven 你 oppose 试叔师 关 关